大家一起的首饰是不是 发现我都还没有CUE对吧 因为我也在等说到底什么首饰适合 和版类这部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右手边 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 既然是2月10号大年初一 我们是被你不敏足的比赞 我们先恭喜 邀请大家我们好运隆终来的概念 姚怡婷你那是干温 你那不是恭喜 要恭喜恭喜 要恭喜这部戏能够到全世界 让大家看到这个 HBO亚洲原创 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员可以带给大家 那么多精彩的作品 右边右边右边 现在已经开始纠结恭喜的首饰了 比错就是叶问 来这手边我们看一下 好 站中间 演员真好的感觉 对不对 真的欸 我从来没有演过 跟这么多不同的男性演员们对戏 而且那些男性演员没有一个有戏服 是 每个都身材非常好 然后每个人 她们真的是本色演出 她们真的是本肉演出 所以就以克拉拉这个角色 其实也是在戏中 尝尽人生百态 对就是在戏里面比较没有规范 角色也没有规矩 比较有很多事情可以挑战 然后就很多一起运动的好朋友 对 各种不同的运动也让各位 就是追求爱情跟追求不一样刺激的女生朋友 有个范文可以学习 就是刚刚讲重要的角色的妹妹 她是会有反差的 对 然后我是落差 哈哈哈 就是请大家在记着我现在的样子 然后进去看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过瘾 在当演员的时候 对 而且我觉得在里面是 呃 何百瑞这个角色 她不仅是在个性上 要有点点压抑 她就轻轻的 轻轻的 其实我觉得百瑞就是一个很 一般大众的女生 是 对就是你在家里你很邋遢 然后你可能不是很注重身材 你有一点小肥肉啊 然后你个性有点小尖小饿啊 然后喜欢讲别人坏话啊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女生 是 对 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对 而且在里面就是被压抑到 就是要一直告诉自己很好 而且没事 但其实已经快爆发了 对 对 所以有没有也期待大家在过年的时候 可以用何百瑞这部诗 去堵住亲戚的嘴 哈哈哈 就如果亲戚到时候大家后 你看媒体没有都在吹 对于你干嘛干嘛 我觉得有了何百瑞之后 他也是另外一种附身符了吧 像 我觉得何百瑞是一个附身符 是 呃他真的很适合和家大小一起观赏 是 然后很适合你配饭的时候 大家如果你一夜饭的时候 想要一起吃的时候 就可以看一下这部轻轻松松的剧 然后我觉得也希望可以鼓励到大家 如果你现在身处于 呃像地狱般的生活的话 请你不要放弃 就你相信会变好的话 就一定会变好 没错 所以就像我们辣锅小伙伴 我们在麻辣锅里水深火热 但是说不定可以品尝出美味吗 没错 好谢谢瑶瑶 谢谢小道爷 谢谢这个荣瑶 我们先收一下麦克风 我们在群圆大口照一张 这么棒的作品